音乐不仅仅没有国界 音乐还没有时空的界限 音乐是数学 音乐是疗愈 音乐是历史震动 音乐是频率 音乐是宇宙的密码 音乐是神 音乐创造生命 然而今天的人类 尤其是大城市的人 尽管人人挂着耳机在听音乐 却极为易怒不平衡 癌症 心脏病 抑郁症 称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是为什么呢 是音乐改变了人 还是人改变了音乐呢 观念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心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多年来科学家们 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 哪种频率对人类的身心健康 更加有益 科学家通过对历史 数学 科学 音乐的研究发现 174赫兹到963赫兹之间的频率 对人类的身心健康的影响 非常之大 尤其是432赫兹 这个频率不仅于音乐相伴多年 而且对人类的身心健康 十分有益 也有的科学家认为 如果采用528赫兹 效果则更加好 那么到底哪一种频率 对人类的健康最有益处呢 我们先科普一下 什么是赫兹 我们都知道 计算时间的单位是分秒和小时 那么计算频率的单位呢 就是赫兹 所谓赫兹啊 就是在以一秒为单位的周期内 所发生的振动次数 也就是说 一赫兹就是一秒钟振动一次 或者说 一秒钟振动一次就是一赫兹 时间回到中世纪 西元990-992年 在意大利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作曲家 和音乐理论家 瑰多·达莱佐 青年时期 瑰多在意大利北部著名的 彭波萨修道院求学 他发现 僧侣们在唱格列高利圣歌的时候 总是很难记住音符和音节 为了帮助僧侣们唱圣歌 他就在前人的基础上 发明了五线谱 确立了六声唱名法 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乌 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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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僧侣们记忆 他还设立了八度的概念 用手的所有指关节 来代表三组六声唱名的音符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瑰多手 这些最初的圣歌中的音符的频率 今天的音乐家和科学家经过测试后发现 就是396 417 528 639 741 和 852 赫兹 可是极为诡异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16世纪 这些神圣的音阶全部都义诗了 对于义诗的原因众说纷纭 有的认为是现代音乐的出现 取代了古老的神圣音阶 也有的认为是因为中世纪的政治和宗教斗争 导致的音诗 阴谋论则认为 音诗里面暗藏着圣经和罗马天主教堂的音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这些古老的神圣音阶的消失 并不仅仅是音符音律消失那么简单 而是人类失去了和宇宙的深层联系 并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灵性的生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 这个说法适用于所有的自然和人文学科 包括音乐 早在上古时代 皇帝和齐伯所著的《皇帝内心》中 就非常详细地讲到了音乐对应天人的关系 《皇帝内经》《灵书经》《经别》中就讲到 天人是对应的 天有五音 人有五脏 天有六绿 人有六腑 也就是说音乐直接来自天上 并且直接影响人的五脏六腑 人的五脏又对应着五色 五食 五味 五味 人的六腑又对应着阴阳经络 因此人的五脏六腑直接就对应着天道 用现代的语言来讲 就是对应着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 这一点已经被现代科学所验证了 科学家发现 古老的音阶与宇宙有着数学上的一致性 音乐的频率是一组九种电磁的音调 它们具有治愈和提升灵性的能量 这种古老的音阶具有修复精神创伤 打开灵性意识 增强人际关系 修改DNA 也就是我们身体中的原子 以及物质的分子和原子意识和生意 这种巨大而深远的潜力 我们都知道 宇宙中所有事物的运动都是粒子振动和共振 粒子的振动与共振会产生振动频率 太阳系中的行星也是如此 也有自己的振动频率 以及和宇宙的共振频率 而表示振动频率的单位就是赫兹 人的耳朵每秒钟能听到的声音振动频率的范围 是20赫兹到2万赫兹 古老而传统的神圣音乐基础就是建立在从174赫兹到963赫兹的音阶频率之上的 古人认为这些音频能对人类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回到8世纪 我们就会发现中世纪僧侣所唱的格力高利圣歌 还有印度梵文圣歌 这些圣歌的频率都与罗马天主教的单声道圣歌相同 如果再追溯到9世纪和10世纪 这种古老的音阶在基督教格力高利圣旅中 在印度的梵文圣旅中已经广泛的流行了 时间来到1970年代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 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 重新发现了那些古老的音阶频率 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地震和复兴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 本职工作是个医生 名叫约瑟夫·普利奥 他在做数学简化研究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秘密 有六个音阶频率具有疗愈的功能 这六个音阶频率就是 174 285 528 963 741和852核子 开始普利奥博士为了研究旧约圣经 就用了比达格拉斯的高古定理 当通过高古定理来看旧约中的数字时 他发现了一个重复的数列模式 比达格拉斯是古希腊哲学家 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 他认为数学可以解释世界中的一切事物 一切真理都可以用比例 平方和直角三角形来反映和证实 包括音乐 他曾用数学来研究乐律 由此产生了和谐音律的概念 这个概念对后来的古希腊哲学家 例如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种信念也对普利奥博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高古定理解释的是直角三角形各边之间的关系 用方程表示就是a的平方加b的平方等于c的平方 普利奥博士先将所有的大的数字的单个数进行相加 然后再简化成个位数 例如18可以先拆解 简化成1加8等于9 然后再简化成个位数9 如果数字简化一次 依旧还是双数 那就再重复这个过程 例如184可以先拆解简化成1加8加3等于13 然后再拆解简化成1加3等于4 最后就简化成了个位数4 当普利奥博士将这样的简化方式用于第7章第12节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每隔6节就会重复出现一次相同的频率 例如第12节第18节第24节第30节 重复的频率就是417 第13节第19节第25节第31节 重复的频率就是396 而396和417这两个频率呢 恰好就是最早最古老的两个音节 396赫兹等于5斗 417赫兹等于RE 然后呢通过重复这样的过程 普利奥博士在前两个频率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三个延伸的频率 一个是174赫兹 一个是285赫兹 一个是963赫兹 174赫兹具有减轻疼痛和麻醉的特性 285赫兹可以修复细胞 修复身体 提高免疫力 具有再生能力 963赫兹可以提升灵性 帮助灵性的觉醒 与宇宙的道一相连接 如果继续将勾股定力应用于这些音节频率 就会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最后的得数都是3 6或9 例如174等于1加7加4等于12等于1加2等于3 285等于2加8加5等于15等于1加5等于6 963等于9加6加3等于18等于1加8等于9 174赫兹285赫兹和963赫兹都是原始音阶 最后的得数就是3 6和9 科学家认为这些音乐频率能深刻影响人类的意识和潜意识 可以帮助愈合促进机体的活力 继普利奥博士的发现之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开始证明 这些古老的音乐频率对人体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1950年代 德籍美国音乐家威利·阿佩尔博士写过一本书 叫《音乐历史选集》 书中极为关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阿佩尔博士早年是学数学的 一次大战后 他对音乐产生了兴趣 于是就全职当起了音乐家 1936年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后 就移民美国了 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人教 在他的研究中 他发现 归多达莱佐很可能就是最早发明音阶的人 因为达莱佐是本赌会修道院的僧侣 尋着圣本赌的教规唱神歌 最早的音阶就是他根据八世纪的一位僧侣写的 《施洗圣约翰的赞美诗》而改编的 而这些音阶的频率就具有疗愈的功效 现在对于这六个古老音阶频率的疗愈效果 科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基本的共识 第一个具有疗愈效果的频率是369赫兹 可以帮助人释放恐惧和内疚情绪 第二个具有疗愈效果的频率是417赫兹 可以帮助人减轻精神和潜意识创伤 消除困境 改善生活 第三个具有疗愈效果的频率是528赫兹 这是一个堪称奇迹的频率 能带给人深刻的转变 甚至可以修复人的DNA 第四个具有疗愈效果的频率是639赫兹 能够帮助我们治愈紧张的人际关系 并创造新的关系 改善我们与周围人的联系和关系 第五个具有疗愈效果的频率是741赫兹 它能帮助我们敞开心扉 充分向世界分享我们的天赋 第六个具有疗愈效果的频率是852赫兹 也有科学家认为是963赫兹 这个频率被认为是上帝的频率 是原始音阶的第六个 也是最后一个音阶 它能规整我们的灵性秩序 将灵性提升到最高 打开松果体 也就是开天眼 并通过松果体接触到高层时空 接触到神 李明在地球脑波那期节目中 曾经给大家分享过舒曼共振 舒曼共振的频率是7.83赫兹 人类心跳的频率也是7.83赫兹 7.83赫兹呈现出来的脑电波 是一种放松的梦幻困倦状态 这是一个最适合细胞再生的状态 如果将7.83赫兹调频到标准音高A调 就是432赫兹 科学家发现无论是古巴比伦人 还是古埃及人 在那些古老的文明中 都能看到432这个数字的身影 例如古巴比伦人的文本中 就出现了432这个数字 用来描述从创世到大洪水发生之间的时间 就是43万2000年 古埃及人用432这个数字 来描述金字塔与地球的关系 例如43200个大金字塔 正好就是地球的大小 曾侯以忠明是中国古代的月点 根据曾侯以忠明的推算 周潮12缕的黄中绿标准音是864.07赫兹 如果降8度就是432.035赫兹 世界各地古代的音乐频率 基本都是432赫兹 这就说明432赫兹是人类听觉最舒适的频率 也就是说432赫兹既是地球的频率 也是人类心跳的频率 是人类与地球的同频共振 如果人类心跳的频率改变了 或者说人类的意识频率改变了 地球就会受到影响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已经彻底依赖于那些所谓的先进的供电系统 电信设备计算机了 可是正是这些先进的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电磁场 那些对人类精神和身体带来伤害的电磁频率 直接导致了癌症心脏病抑郁症的爆发 这就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 情绪亦怒亦暴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1939年在人类的音乐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彻底的改变了这些古老的 带有疗愈修复能量的音节频率 1939年在伦敦召开了国际标准音高会议 将标准音高定为440赫兹 而真实的内幕却是这样的 被邀请参加国际标准音高会议的 都是那些私下里已经确认好了的音乐家 工程师 乐器厂家 物理学家 他们都是同意将标准音高定为440赫兹的 那些不同意的人根本就没有收到会议的邀请 根据都市传说 国际标准音高会议将标准音定为440赫兹 与世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洛克菲勒家族有关 一直以来 洛克菲勒家族被认为是光明会的 十三大家族之首 一直致力于新世界秩序的建立 最典型的证据就是1974年 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受益福特总统 在1975年签署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 主要是对美国的粮食政策 人口增长和石油等战略性原材料的分析和建议 通过对经济 医疗 政治 食品 生育等社会各面隐性而强有力的控制 淘汰所谓的劣等种族 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所谓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最典型的标志就是美国乔治亚州的引导石 识别上用八种语言明确的刻下了 要将地球人口控制在5亿 另外 比尔盖茨在2010年2月18日的TED会议上 在做有关碳排放演讲的时候 也明确地讲到了这一点 他说 如果我们善于运用新式疫苗 医疗保健及生殖控制 我们或许可把总人口数下降10%到15%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1.3%的增长 根据2009年所公布的档案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 洛克菲勒家族就开始研究如何将生能军事化 历史学者詹姆斯·托巴斯认为 这一研究的实质目的是在音乐中 寻找能够激化大众情绪反应 甚至引发集体异症的方式 从而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也就是说 音乐并非我们平时所了解的那么简单 它是宇宙的振动频率 在人间的对应 它的背后隐藏着极高的宇宙秘密 因此音乐一直伴随着人类 对人类来讲 音乐的频率确实意义重大 最近《黎明拜读了李大师为什么会有人类》 这篇文章号 感觉醍醐灌顶 毛色顿开 对很多问题有了全新的视角和认知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新世界秩序是阴谋论的说法 不过实际上 这个概念 出自美国学者拉尔夫·埃帕森 出版于1995年的学术专著 《新世界秩序》 作者经过了长期的研究 耗费了多年才完成这部著作 书中披露了在两个世纪前 一位放弃信仰的天主教教士 以炮制世界单一政府的阴谋为起点 建立了秘密的社团 这种隐秘之事 这个社团的主旨就是 颠覆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宗教团体 实施全球一个政府 一种货币的世界政府 这就是新世界秩序 有色政权 根据《黄帝内经》对天人对应的解释 以及李大师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 对造三界的开示 地球上所有发生的一切 其实都是被安排出来的 换句话说 古老的阴阶频率的消失 以及440赫兹的出现 背后也都是神安排的 只不过安排这些新秩序的神 是旧宇宙的神 是救世主传法之前的安排 新秩序其实也就是旧宇宙的旧秩序 救世主开始传法后 这些也都需要归正 因此一切都被救世主改变了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乔治亚州引导时被天雷炸毁了 这意味着所谓的新世界秩序被否定了 另一个明显的证据 就是李明在前面的节目中也分享过 就是古今中外预言中所预言的 世界幕后的大劫难不存在了 文艺中本来定下的死亡的人数 已经被改变了 当然 李明可不是说 继续为中共站台的人 就有幸免的机会 一切后果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 古老的阴阶频率又重现人间了 在阴阶中528是第三个音符 就是doraimi的me 在拉丁语中代表的是mirror storm 在英文中是miracle奇迹的意思 宇宙的奇迹音符是爱 而528赫兹就是宇宙中的奇迹音符 因此疗愈的效果极强 不仅如此 528赫兹还可以用来描述为光波的长度和电磁色谱的一部分 科学家惊奇地发现 528赫兹非常接近于色谱的中心 就像432赫兹对应的是地球的频率一样 528赫兹对应的是宇宙 那么到底哪个频率对人类的身心健康更有益呢 其实音乐本身是粒子振动后产生的声波 不同微观的粒子产生的声波也不相同 那些古老的阴阶频率 只要是符合宇宙不同频率的声波 无论是低是高 其实对人都是有益的 只是疗愈的层面不同而已 而440赫兹则被科学家认为 是不符合宇宙频率的 因此对人就有伤害性 所以大家在选择听音乐的时候 最好是增加一点关注 看看赫兹到底是多少 说到疗愈呢 现在网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疗愈音乐了 不过能否起到真正的疗愈效果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采访 它是非常治愈的影响 而且还给了我希望 非常非常正常的疗愈 我们已经遭遇了很多悲伤 死亡 如果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 低频和高频对应的是宇宙中不同时空的形体和星球 小时候呢 我姥姥常对我说 天上一颗星 地上一个钉 也就是说呢 地上的每个人都对应着宇宙中的一颗星 都是天神下凡 而每颗星呢 都有自己的频率 频率越高 越容易接近天国世界和神 而作为生存在三位时空中 带有三位时空人体的我们来讲 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呢 都是由更微观的粒子构成的 也都对应着不同微观的时空 因此呢 也都有着自己的频率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让这些微观粒子产生震动的频率的 是我们的思想运动 就是我们的思维在想什么 和我们思想中发出的意念紧密相关 如果符合了宇宙的特性 就能与宇宙中不同时空的粒子产生公正 如果不符合宇宙的特性 就会与宇宙频率背道而驰 就会给自己带来疾病 而一个人的思维 是否符合宇宙的特性呢 就取决于人的道德水平 因为李大师的咒作告诉我们 宇宙的特性呢 就是真 善 忍 道家称之为道 佛家称之为佛法 因此不同音频的疗愈 只是改变自己的万应条件 真正要想获得根本的改变 疗愈精神 提升灵性 修补DNA 还得从内在提升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做起 无论是在528赫兹上 还是在582963赫兹上 也就都能符合宇宙的奇迹音符 爱的频率了 产生同频公正 古代的中国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治疗的方法 汉字中 乐和药是相通的 中国音乐基于五声音阶 对应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五脏 与宇宙规律和特性息息相关 神韵艺术团歌唱家的演唱 采用的就是已经失传的最古老的唱法 歌声具有极高的穿透力 可以透彻人的腹脏和心灵 因此疫情期间 观众观看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 很多都表示 获得了极强疗愈的效果 身心灵就像是被洗净了一样 非常的轻盈 似乎回到了天国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或许神韵艺术团的 艺术家们所演奏的乐曲 音阶的音频就是528赫兹 852963赫兹或者是更高的宇宙频率 乃至是天国的频率吧 有人说神韵艺术团的音乐 是救世主最后拯救人类和地球的频率 所以如果遇到了神韵艺术团到贵国巡演 一定不要错过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心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也请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 订阅支持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